事称微妙清静第一 与诸世间唯五有上 佛所悦可一切众生 所应称态供养礼拜 无量一千诸力谢托 禅定智慧及佛与法 那么这个地方说明法门的圣身微妙 说事称微妙 这个地方讲一佛称的十法 前面讲的是全法 这也讲是十法庙 这个一佛称的十法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清静第一 我们前面的操作 之谷到底目面修道 骗重灾 在三界的修学 我们的内心不能用 不能用 因为内心烦恼太重 又动荡不安 所以离开三界靠的是法力 靠皈依法 靠法力 用四地法把我们带出来 但是离开三界以后 入十法 那就是靠心力了 你念清静心了 那我们一念心力呢 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清静意 第二个记足意 第一个就是清静 这个心性的清静 跟三层的空性不一样 我们说明一下 我们以前修空观 那是对刺 那是没办法的 就是我们在阴言里面 我们自己捏造一个我出来 自己捏造一个我 就是本来我们的生命体是 射受想行是五个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六个东西 我们把它当作射受想行是我 然后这个我有可能住在世法 对物质享受比较厉害的人 他看到什么东西都跟我结合 看到这个花 他一定把这个我放到花里面 我喜欢这个花 其实花就是花 跟你没关系 那么感受强的人 所有的感受生体 都会跟我连结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我是捏造出来的 是吧 是本来没有的 佛徒为了破坏这个多余的东西 佛所也捏造一个东西 叫我空 佛徒按一个法 来破这个 以幻化之法 来破幻化的直取 所以佛徒讲无常无我 但这两个都不是本具 就是凡是修来的东西 到最后都要舍掉的 所以你看成佛以后 你到了彼岸 你不可能把这个船 也拉到对岸去 所以修的法都是一个过程 但是真如本性的清净可不是这样 它是本来就清净的 它不是修来 就是你整天打妄想 你打你的妄想 真如还是清净 它不受攘悟的 所以这种清净是最为第一的 它不受攘悟 那么但是众生本具的 佛所也可 这是佛徒所赞叹的 所认可的 这个唯妙法门 因此一切众生也应该随顺佛徒 来对这个清净心的称赞供养以拜 包括随顺 这是第一个 这个一佛圣的妙法的第一个特点 它是理想清净 第二个呢 那本来记住 此一妙法记住 无量一千的种种的解脱力 解脱的功德力 禅令跟智慧力 其佛陀其一的法门 包括无量百天同龙一门 心性 它不但清净 它还记住 记住无量的功德妙用 所以这个法门的唯妙 就是它能够离一切相 又能够集一切法 这是第二个 讲到这个 会归到真实的时候 两大特点